我舉個簡單例子 因為你知道快要結束之後 這時候的這個導遊 他一定站到後面 所以駕駛座周圍其實已經空了 那一般來說 我們有什麼燃燒東西 鼻子一定聞到 你是坐父親 你開一部車子 然後你聞到味道 你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網路邊平 網路邊平 那如果不網路邊平呢 那我一定會找 一定會想辦法把它滅掉 或找在哪裡發生那個問題 所以這完全違反人性 他燃燒還跑了一點五公里 一點三公里 所以回來一件事 這個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我就要問一下國動委員 剛剛我們理事長 有提出一個指控 就是當時這個現在這個 那個遊覽車的數量 這比計程車還要多 這第一點 第二點開遊覽車司機 叫做什麼命 這事今天我們交通部不知道嗎 你就算把車子坐著再兼顧 結果事情冒出來囉 所以這個事情的癥結點 監警應該要深入調查 看是意外啦 我真的很不敢想像 就像理事長所說的 他會不會不是意外 那就真的很糟糕 那現在相當多的這些管理 還爭著眼說瞎話 他有沒有超時工作 你怎麼會知道呢 馬上說沒超時工作 說這車子很安全 一發生事情就是把責任往外推 如果說這些 剛剛理事長講說 這個司機已經換了那麼多工作 那表示說其實在這個行業裡面 有存在相當大的一些問題 那既然你看一個人 生氣那麼多人的身家財產 那你整個主管官署 對這件事情 整個交通安全的管理 還是這麼鬆散 不管他是意外或是非意外 交通部的觀點都難此其咎 觀觀相悟 而且我的感覺這些尤其是中下階層 這些相關觀點 應該做個徹查 為什麼開了那麼多次的會 對上次那個 今天基金會 附星航空也是嘛 最後查出來結果 實際上是航空人員 就是我們說駕駛員出了問題 這個事情很類似 我覺得剛剛各位來賓所提的建議 方向都應該做個徹查 包括說罹難者 當中是不是有沒有身體裡面有什麼 其他不當的東西 不管 我覺得全面性徹查之外 藉這個機會 我們大聲呼籲 過去沒錯 哪一些可能一些不好的風俗習慣 過去的政府要擔當很大責任 可是既然蔡英文總統已經上來了 是 交通部裡面這麼多牛舌鬼神 尤其這些中下 中階低階官員 跟這些相關業者之間的不當的連結 利益不當連結 都應該做個徹查 為什麼 為什麼這些問題 討論那麼多年 從來就沒有一個答案 或是給他一個安心的 一個方向出來 都沒有 是 這一把火燒出了三大問題 第一問題 原來我們遊覽車 多得像計程車一樣 價格已經殺到不行了 而我們遊覽車 其實很多遊覽車司機 已經去跟我們的政府官員 就是說不要再無限開放 但我們政府官員 為了要沖這個觀光業 往事的這些遊覽 我們說這個駕駛員的生命 好 第二件事 駕駛人員 有沒有做適當的考核呢 更恐怖的事情是什麼 整個體制是不是已經完全是忽視了 真正的問題 你看到發生這麼大事情的時候 我們交通部長次長 第一時間說的話是什麼 來 請導播把它放大這幾個字 駕駛屠超時工作 這就是我們交通部次長 針對這麼大的事情所說的話 李次長你可以接受嗎 昨天那麼他說了這句話 那麼超據我們這個委員的話語 真眼說瞎話 今天我曾經跟觀光局的官員 為了遊覽車 遊覽車的價值比流浪狗還不如 提出漸言 觀光局的回覆是說 那是你們遊覽車業 跟旅行社之間的私人企業問題 遊覽車出去 還沒空 這間 我說這樣好 反本會回完 然後我們採最有利標 什麼最有利標 好 我聽你的 這個所謂的運管法裡面有規定 工作不能超過十幾個 而且不能連續工作十四年代 這個當中有學問了 是 你要幾分鐘之後就不算了 這個叫變形公實 你有效果嗎 會口完 不算算算了 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在說的就不是總統 你要說的就不算了 對 我不是總統今天是 做官的說的就算了 再來 那今天如果說 我說沒關係 你說我的手機 如果在外面流浪雞頭 我想那明天 我本來叔叔已經請了 這個手機送雅池 送飯店 去到指定的店船 車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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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 連一座面前幫人睡就沒有 然後他說這是你利用車 跟遊覽車的問題 我說簡單 我發一名財 我發一張文 我發一張文 反本會會員 受到這樣的待遇 人道一點 我們台灣人真的很慈悲 對 用家庭跟車門前 加二十四小時 有衛生間的 不要再吃喝 沒空 然後打個電話回公司 說你沒有看的路 然後把當天的 託證書 把你的當天的行程表 Copy一份帶回來 一個月本會沒有辦法 幫你磨合一份工作 每天就給你一千塊錢 生活資最基本所需 帥 落到他會疼處 不... 這樣國際事件 這樣死人 我說 救命的 他也會回家幾台 你有鼓聲發揮嗎 你要不要估算一下 今天晚上會回來幾步 哎呀 今天我們的這些 所謂游覽車駕駛員 有領證的 有資格的 兩萬多張的證照 為什麼天天在喊 駕駛不夠 因為很簡單 做委了 最基本的一個人性家庭 每一個游覽車駕駛員 對於家庭 都有疏離感 對 尤其跑路客團這些弟兄 他們更辛苦 每天不同的太陽 不同的團 一定要怎麼樣去跟 跟這個所謂的領隊 跟這個導遊 導遊不送電話 腳回去公司 你的手機配合得很壞 是人啊 我今天 我今天只有這個地方 這麼熱 但是電話公司已經腳來 腳來說 你怎麼會原理這樣發 GPS嘛 你這個發怎麼樣 緊緊張 導遊不送 幫你搭 客宿 你們手機配合 導遊現在撿你什麼東西 你們手機配合 搭很多 因為你冷氣沒有 開在短片上 你就有事了 那這是公司決定的 我是司機 司機是我老闆 打電話 你現在車撞在那裡 你又開冷氣嗎 我就說有啊 那你怎麼可以開冷氣呢 我就把冷氣關完 然後我們有志士導遊 就開始打電話去投 我說我不好 我是聽 我是聽司機講 我老闆講的 你今天是事業主 你是老闆 你當然是採取最有利的 我的利潤 你一分一秒 都用冷氣把我推掉 從頭到尾 這樣好 我們就演一下這個戲好不好 來 司機打電話跟我說 來 司機跟我講 你在哪邊啊 我現在已經到巴黎了 沒有動了 但是我看到 用這個顯示器看到 你好像有開冷氣 開玩笑 你這樣子停在那邊開冷氣 你是要花我多少錢 老闆我關掉 好 來 你投給他 那個不好意思 你那邊目前狀況怎麼樣 那個老闆 你那邊碰到什麼狀況 是不是這個汪傑民這位駕駛 有什麼沒有辦法配合你的地方嗎 不是啦 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下一站我們馬上要走了啊 馬上要走了 然後現在的狀況是 傑民有配合你們的行程安排嗎 有配合 有配合 明明就說不配合 但是問題是從何到尾 你都知道說 是你下了指印 叫我把冷氣關掉 那怪在我身上 你知道 可惡 我幫你fine喔 現在的駕駛 我們的駕駛 我們的駕駛 就是耐高溫超高溫的 都能夠忍受這個 用駱駝啦 所以說這是我們的宿命 這把火是不是燒出了我們的司機 是有問題的 都我們繼續追蹤下來 好了 這個事情就我們真的要大條了 民佑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聯合報就說 這次因為這個所謂安全門打不開 現在看起來只剩這個安全門了 因為這個掛掉了 另外兩邊都掛掉 只剩這個 好 這個問題似乎又燒一件事情是安全門好像有問題 對 因為這個剛才李市長講到 其實我們的規格是在歐盟規定之上 就是歐盟規定是四門四窗 其實我們都在他規定之上 所以我們的規格其實是比歐盟還嚴格 可是奇怪的這一次的巧合性 真的是說巧實在太巧了 因為當時的狀況有可能司機倒油都昏迷 因為當下我還跟我們單位講說 奇怪 找不到司機 是不是司機落跑了 原來司機是飛出去了 在草叢裡面遭到他的遺體 這是一個疑點 對 那為什麼司機會飛出去 這是一個疑點 好 那車上就沒有人 等一下 這是一個疑點 司機為什麼會飛出去 我在現場 所以他也是路邊 來自路邊設的消息 駕駛是被燒除在駕駛桌上 這是確定的 對不起 理事長你再說一遍 他駕駛是人卡在駕駛桌上 燒得明明毛毛 所以他沒有飛出去 他沒有 那請問一下他從哪裡飛出去 不知道 所以問啊 所以沒有 他是坐在坐在他那個位置被燒死 我真的是路邊消血 所以確定是燒死在那個駕駛桌上 另外呢 我們要討論的就是說 他剛好門都被 都被卡住了 我們剛才有說了 但是現在剛才理事長有說 奇怪 他這個門後面 左後方的門是唯一可以逃出來 就是我們現在警察 就只有這裡而已 對對對 可是他門為什麼有鐵絲 那是鐵栓栓住的 他鐵栓栓住 照理說搬個五秒鐘就開了 為什麼有鐵栓就卡在那個地方 所以剛剛我在發言的時候 你沒有用感情給我聽 因為我剛剛已經解說過了 他正常的設置是什麼 當我第二度又去看那個位置的時候 那個大體已經移開了 然後我再做一次的確認 我發現有不當的裝置在那邊 所以說關於這個問題 那麼就必須由詳責單位來斷定 他是不是有改裝 林市長有一種說法是說 因為那個安全門 就是怕說招小偷 就譬如說那遊覽車要去停車 要去吃飯什麼 沒有人在看的時候 會不會有人從那個要 就是要敲開 陶生門 我知道 然後所以要在裡面 裝個案子 是 這個就是所謂的 取捨的一個問題 我們的政府單位 常常會因為單一的個案 無限上綱的去解釋 規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法規 然後你守法也不是 不守法也不是 你們的採訪的經歷裡面 有沒有聽說行駛間 安全門突然打開 然後學生吉利咕嚕滾下來 高雄啦 怎麼搖頭 有多少多次 也很少啦 案例很少啦 就小孩子調皮啦 對 小孩子調皮 所以說 小偷有沒有從那邊上來摸過 有 那你說前天後的 你要求你到說 好 那今天是不是你車子 只要是一啟動的情況之下 你就要開放 對 開放的插銷 不能夠有外面打不開 或是裡面打不開的這種狀態 OK 大家配合著做 對 我剛剛已經有報告過了 那個插銷 原本應該有的位置不見了 反方向去弄了一個鐵絲 然後掛在那裡 他的功能 我有請一位科長做test 然後日長有問題 好 這句話有問題 來 咪歐 我繼續 那上面這個 因為當時煙太大 其實他也沒辦法往上去開 尤其是裡面是悶燒了一陣情況之下 那另外我剛剛有一個司機朋友 就傳了一個那個問題給我 他說叫我問一下 有沒有宣壓法 有沒有問題 宣壓法 就是他們一般遊覽車裡面 前後門在發生緊急事變的時候 那宣壓會開始排氣 然後門會自動打開 他的宣壓法有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遊覽車朋友 他問我的問題 那或許等一下理事長可以解答 沒關係 直接回來 原來車子裡面還有一個叫宣壓法 就前後門 前後門 有時候事實上是做一個阻斷 對 然後可以啟動幫浦把風卸掉 他門就會打開 在我們的車子裡面 如果需要啟動到 這個所謂抽風機 來把裡面的濃煙抽掉 不是 不是 是門 你為什麼不掃 宣壓打開 今天這個是瞬間發生的事情 駕駛能夠開啟車門 就解決一切 問題的一半了 對 今天你還 駕駛 對 沒錯 你今天還提說 你們能不能加裝什麼東西 是不是要來做一下行銷 那跟我打擊一下 好不好 不要提那種莫名其妙的問題 這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問題 來 下一個 好 那我們剛才有在討論說 那個哪裡是最安全 就有人指出說 其實是中間最安全 因為中間最安全原因是 因為他要跑比較快 然後那邊又防火器材什麼 可是我們今天有發現說 他裡面那個什麼 我們說什麼 急破器 急破器 都叫燒到 都叫燒到 都沒有了 那其實今天那個 禁捐兒童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林業勤就說 對 他說雖然我們的車子 他的四門四窗是符合國際標準 而且是比歐盟還要嚴格 可是一般我們要用急破的話 是它那個對角 要其實用高跟鞋 沒有啦 還是這個保溫瓶去敲 他就會可以急破了 可是當時很奇怪 為什麼這八天的旅程 這我要問一下 八天的旅程裡面照理說 應該有這種安全講習 也沒有 那照理說 他們也應該很清楚 因為以前陳總統 在臺中監獄的時候 我每個月都辦一個公益行動 就是在車五點 要叫油浪車 叫三台 下去台中加 所以我每個月都會坐油浪車 也會叫油浪車 遊覽車確實是超時 因為回來都十二點 早上五點出門 回來十二點 這確實是早時 可是我們一上遊覽車都會發現 他就把你釣在那裡 其實也很明顯 而且我們剛才看到照片 他有提那個急破點 為什麼 就是沒有人教他們使用嗎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基本的東西 而且上遊覽車 我的習慣 遊覽車司機也會告訴我們說 我們車上有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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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急破點 導遊也應該知道 因為我們自己辦的沒有導遊 可是遊覽車司機每一台都會告訴我們說 我們車上 雙方可以看到什麼急破點 那為什麼這家公司沒有這樣子做 因為我沒有坐在那部車 我現在不能跟你講說 他有沒有做這樣的宣導 而且他規模是蠻大的 是蠻大的 我們現在畫面看出來 就是有個急破點的一個mark 他是用橘色去畫出來 那我們也看到同款車上面 確實是有一個所謂可以敲擊器 當然因為火燒完之後 交易器被熔掉了 所以這些事情 這部車都有啊 是都有 我剛剛已經報告過了 問題是這些路客 他來來自一個比較內地的地方 大家想怎麼 這段時間或許是想出話 要不要就掉石頭砸他們的頭 會去想到說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激勵 可能是像這樣的狀態 昨天我在現場頭皮是真的發麻 是 是叫做很多的巧合去湊合在一起 至於說標準上遊覽車 我最基本的有一個動作 我一定會做 當上來的小朋友太多了 我一定會在逃生門那個地方 那一個地方 請一位老師或是家長 去坐在那個地方 不准小朋友給我下去玩 這個是我們一定會交代的 你說至於說學生團的 這個所謂的逃生演練 做了一段時間呢 變成吸引故事 所以說昨天為什麼 如果說這個為什麼他們得知道 會有這樣的火災 或許他們連上車都不會上車 好 所以這個事情 我們要慢慢抽絲剝繭 現在已經知道 今天是到底有沒有給這些路客 詳細的這個演練 因為剛才發明出來 急破點都有修出來 當然在友台 有去做試過去急破 其實還真的滿難急破的 但回來一件事情 這家旅行社難道沒有問題嗎 這家叫做巨龍伯達紅山湖 負責人他名字叫做 博文甫 而博文甫本身 又是寶德利的股東 你知道寶德利是賣一些 鑽石精品的 所以他真的是一條龍 茗玉 這問題有沒有很大 其實這個是業界的行規 就像他們的駕駛員 有的行規一樣 那我們昨天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就有去查 那這個路客團 其實他是由巨龍旅行社 來負責接待 那怎麼會是博達的老闆 出來回應呢 後來大家才去查說 原來博達跟巨龍 根本就是同一個老闆 他的老闆叫做博文甫 那事實上你去他那個旅行社 他都在南京東路 他們兩個在同一棟大樓 那博達跟巨龍 其實也是一個樓上 一個樓下 那這是一點 那我跟你講 其中更吊軌的是說 事實上博達在今年的七月十一號 也就是在前幾天而已 他已經因為違規被停牌 被停牌 博達被停牌 你知道本來這個路客團 是博達要來接的 但是他可能就是 他被停牌的原因是因為他違規 譬如說他隨便的增加了這個購物的點 然後隨便的變更行程 所以被抓到 所以博達被停牌 而且他被停牌到一年 一年等於到明年六月 他才能夠再接路客 好了 你博達這家公司被停牌了 你路客要來了 你怎麼辦 我口袋有兩張牌 博達不行是不是 巨龍可以啊 答對了 所以這家 這就是業界的行規 我們也問過了 事實上旅行社 很多人都是這樣幹 那不是虛假的嗎 老闆就是一個人 他有辦法 他就是申請了很多張牌 所以我旗下有ABCD公司 我左手被停牌 我就轉給右手 所以博達被停牌 他就右手轉給了巨龍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坦白講 你問委員他也知道 這是旅行社 常年來的一個行規 他們都是這樣子幹的 好 那第二件事是說 再來查這個博達跟巨龍 是同一個老闆是不是 那旅行社 他的這個包給的遊覽車公司 叫做玫瑰石 對 玫瑰石的這個遊覽車 負責人去查 怎麼這麼巧 也姓博 叫做博定城 姓博的很少 可是姓博就是因為很少 所以大家就是眼睛為之一 就會發現說 那這個遊覽車 跟這個旅行社業者 原來他們是同一個家族的 好了 這就是專法律的漏洞 因為根據我們的旅行 行業管理的規則裡面 是有規定說 如果你是開旅行社的 你就不能再去經營 這個遊覽車公司 甚至你也不能經營購物店 不然一條路讓你彈了就對了 但是我覺得賺錢是一回事 重點是你沒有辦法去規範 因為你是旅行社 我要去檢查 我的遊覽車公司 是不是有違規什麼什麼 或是說他是不是不安全 你有負責監督的功能 可是今天你左手開旅行社 好 你哥哥開旅行社 你弟弟開遊覽車 你左手會去訂右手嗎 然後還包括連那個要去的中保店 都已經幫你弄好 所以從街客到遊覽車 到這個中保店 通通是一道 而且旅行社的老闆 是中保行的大股東 沒錯 Bingo答案出來了 可是恐怖的事情是什麼 來 這家火燒車 不只一次 兩年前的時候 十六個路客 這燒到的位置 一模一樣 也是前面 有沒有抓到了 我們先看一下廣告之後 我們聽聽看這個Bingo說 原來同一家公司同個地點 這不是第一次 我們的政府官員你在哪裡 進入廣告 我們這一次發生的意外的這個 運輸公司叫做玫瑰石 然後車號是一九七一一 好奇怪 一個叫玫瑰石 通常我們聽到玫瑰石 就想要入客來 會去參觀 就是玫瑰石 紅珊湖 對 那紅珊湖 那二零一四年九月一號 在舞陽高架橋的時候 其實也發生同樣情況 可是那一次發生是後面的引擎室 可是這叫玫瑰石 你的是紅珊湖 這兩家不一樣 他們兩個是同一家公司 等一下 你跟我說玫瑰石跟紅珊湖 都是同一家遊覽公司 那這種東西就是一條路嘛 我排都是換來換去嘛 這個牌不行換那個牌嘛 所以你光聽到玫瑰石跟紅珊湖 你第一個直覺是什麼 這陸客來一定會買的東西 一個是玫瑰石 一個就紅珊湖 搞得半天 這家公司是同一家公司 但是他燒的是後面 對 後面因為引擎著火 那是二零一四年九月一號 在舞陽高架橋 因為後面引擎著火 所以司機第一個反應 就是像剛才傑明哥講的 停到路邊 叫十六個 正常的動作 那時候也是入客 叫十六個中國客說 你們趕快下來 趕快下來 所以那一次才沒造成傷亡 跟這一次的狀況完全不同 而且各位要知道 那個警察大學 有一個兼任教授叫郭守惠 就認為說奇怪了 上一次都是後面著火 而且一般來講 因為後面是引擎室 對 後面很容易著火或油箱那邊 可是這一次非常奇怪 到現在還搞不清楚 為什麼是車頭著火 所以實際有這樣看起來 這個牌子互相使用 已經變成是一個慣例 然後牌照互相使用 也有慣例 低價競爭 最受害者的就是駕駛 對 沒錯 就是說 因為他必須要用低價招攬生意之後 然後你來台灣消費 就是你的從吃到住到坐車由來 到買的東西 其實都是同一批人在掌控 所以不管你在哪一個點 儘管你是花非常少的錢 像這一次是2800塊就來台灣 還等於一包機票什麼通通來 可是因為你在台灣買東西的消費 我這個業者 我就可以平衡我的損失 那擠壓都是駕駛喔 對啊 然後所以駕駛 好了 現在我們交通部製造 已經說了 駕駛跟早遊